哈喽,亲爱的同学们,晚上好,我们又见面了,我们今天来学习的是极字创作,那么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就是掌握极字创作的方法,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几个常见的创作形式,第一个叫陡方,那顾名思义就是形式为方形或者进于方形的作品。 在陡方当中呢,它有大陡方和小陡方之分,一般侧页面积相当者称为小陡方,然后我们平常用的这种四尺宣纸横着对半才开,大体算作为中型号的啊,然后更大的呢,像六尺宣纸这些对半才开的我们叫大陡方。 那么我们屏幕上现在看到的这个左边的这一幅作品,是沙梦海老师的绑书龙,然后第二个这个作品呢,它是鲍贤伦老师的草书古人论书。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呢,它是条幅,也就是数行书写的长条作品形式,那么尺寸呢,一般为一张宣纸的对裁,就是竖相的给它对着裁开。 那么第一幅作品是启公先生的条幅作品,然后第二个呢,是明代著名书法家倪元璐的诗轴,我们可以简单的来欣赏一下,看一下啊。 然后第三种比较常见的形式就是对联了,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创作内容。 那么我们对联啊,一般左边呢,称为下联,右边称为上联,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就是,那么右,呃,左侧呢, 还是启公先生的这个作品啊,右边呢,就是老师把今天的这个上课内容呢,写在了这个对点纸上,哎,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啊,那我们上联呢,在右手边,然后下联呢,在左手边,然后下联呢,落上款,老师呢,只落了言锡二字,只落了一个穷款啊。 那么我们同学们在落款的时候,老师在这强调一下啊,打了个感叹号啊,重点号,重点符号在这儿,就是我们落款的名字,要在整篇的这一幅字的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,哎,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啊,同学们, 我看到很多同学在写作业呀,还有平常的一些,都会落上自己的名字,但是这个名字啊,很多同学都落在了这个位置,老师画一下啊, 我感觉咱们班很多同学在落名字的时候,都落在了这个下边,都落在这个下边,那我们这个,嗯, 落款的时候啊,一定要注意,哎,还是在整幅当中的这一个中间偏上的一个位置,是比较合适的。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,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,至老不离文字式,所居合在水云香,那我们今天呢,学习的是极字创作, 那么在极字,极字创作,我的嘴瞟了,在极字创作当中啊,我们第一个啊,要选好创作内容, 那么极字,极字,那么我们就要啊,翻字贴,翻字贴呢,然后找到我们这一个啊, 啊,原字当中,啊,原字当中的这一个书写,啊,书当中的它这个字,在原贴当中找, 那么比较巧的就是,今天我们这个上课的内容啊,在曹全杯当中都有原字,哎,都有原字啊,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第二点,如果没有原字怎么办呢,哎,如果没有原字怎么办, 那我们就要找相同的结构,偏旁,元素,哎,我们把这一个字啊,哎,给它进行拼凑, 哎,让它更加的贴近我们曹全杯的这一个风格特点, 接下来呢,我们把这些字啊,整合统一,在练习纸上练习写, 最后呢,是完整作品呈现,好,那么我们现在切换一下画面啊, 我们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下,就是如果没有原字的这个部分, 它是怎么进行啊,这个整合的啊, 哎,我们现在切换到这个画面啊,现在镜头还是比较稳的, 那我们来看啊,屏幕左侧,屏幕左侧应该能看到两个非常大的字吧, 一个是数,我们之前学过走直旁,哎,这个数, 然后呢,下边呢,它也是曹全杯的一个原字, 那么同学们看到这两个字,能想到哪个字呢, 就是能把它,它们两个部分啊,拼成哪一个字, 哎,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啊,看看, 然后在弹幕里告诉老师,你们觉得可以拼成什么字, 通,哎,非常好,非常好啊, 哎,也就是这个通字, 那么其实在曹全杯这个原帖当中啊, 它是没有通的这个原字, 但是这个通字呢,其实, 其实啊,它是比较常见的啊, 比较常见的,所以啊,老师就是, 而且这个第一个字,咱们之前还有学过,对吧, 所以老师今天啊,就给大家演示一下, 这个, 通,它可能是打错字了, 艳雨老师不要这么严格, 我们来看, 那么,我们首先先在屏幕上分析吧, 一起,来,我们看啊, 那么在这个走之旁结构当中, 我们之前有讲过, 它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啊, 属于比较紧凑的一个状态, 然后呢,走之旁啊, 哎,左侧这一块, 在一个竖项空间内, 这三个小点画,对吧, 然后下面的这个, 长的纳画,哎,这个右侧, 它留有一部分空间, 那么我们要写通字的时候, 因为中间的这一块, 不一样,对吧, 然后我们在元帖当中找到了这个字, 哎,它正好右侧, 有这样一个部分, 那我们就可以把右边这个部分, 直接挪到上边来, 把它写成一个通字, 哎,我们一起来试一下, 那么为了好好掌握这个位置, 为了好好掌握这个位置, 我们呢, 哎,我们先把这个屏幕这个画的画笔扇一下, 我们还是先写这个走之旁, 哎,这个点, 然后第二个点, 然后接着写这个长长的纳画, 它写完之后, 它写完之后, 然后我们把右边的这个部分给它写进去, 右边的这个部分, 我们把它写进来, 哎, 写进来了, 写进来之后啊,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通字, 我们基本算是完成了, 哎, 其实极字, 极字创作是非常简单, 非常容易的啊, 就是我们拆分整合, 哎, 然后拼凑在一起就可以了, 哎, 同学们你可以在手下的指里试一下, 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, 我们看看那么这个新, 我们新写出来的这个字, 它的这一个结构特点, 同样符合我们上边竖这一个字, 看啊, 中间这部分还是收紧的一个状态, 然后中间呢, 还是留有这个竖项的小空间, 然后右侧呢, 也是, 哎, 有一部分空白的这个位置在这, 啊, 那么同学们能不能听懂老师讲了这一个极字创作的这一个过程, 就是在没有原字当中, 我们找相同偏旁, 相同元素, 哎, 来进行组合成一个字, 哎, 能听懂老师这个意思吧, 能不能听懂, 能听懂的同学, 在弹幕里跟老师讲一下, 然后我们就接着往下来进行咯, 可以听懂老师的这个意思吧, 然后, 那我们在创作当中肯定会有这些, 就是, 哎, 没有, 没有, 没有的字, 哎, 如果遇到真的没有了这个字怎么办呢, 哎, 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这, 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用我们身边的这些APP, 然后不是有这些, 啊, 那些APP嘛, 我们就可以去字典上去搜, 但是呢, 可能搜出来的是, 啊, 其他的隶数的背帖, 比如说它是以应背的, 使臣背的这些, 哎, 它里边有这个原字,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字挪过来, 然后呢, 用曹全背的这一个笔法特点把它写出来, 哎, 能听懂老师这个意思吧, 就是如果遇到我们曹全背当中没有原字的这个字, 怎么办, 我们就去查字典, 哎, 可能查出来的是, 可能查出来的是这个, 以应背大使臣背的这个字, 然后呢,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曹全背的这一个笔法特点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, 可以听懂老师这个意思吧, 那如果可以的话, 我们就接着往下来进行了啊, 就开始今天正式的这个对联书写内容了, 是不是可以再往前靠一点, 那我们来看这个屏幕上, 我们来看屏幕上这个蛟龙书海同学, 我们来看啊, 我们看屏幕上的这一块, 它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个相同的这个空间距离在这, 我们可以翻看字帖啊, 我们在这个走之旁这些字啊, 基本上呢, 中间这一块都是留有小空隙的啊, 同学, 我们回去看一下啊, 那我们现在啊, 把这两张图片给它收起来, 哎, 我们先学上连, 我们先学上连啊, 那我们换一张纸, 其实啊, 今天的这个对联内容啊, 老师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的, 我们还是有挺多学过的字, 我们来看啊, 第一个质字, 那我们在写第一个字的时候啊, 它相对的比较硬挺, 纤细了一点, 但是同学们在写的时候, 千万不要让他写的啊, 线条看起来很瘦弱就可以了, 那我们还是先来看老师来写一下啊, 同学们也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来写, 第一个横画, 我们来看啊, 第一个横画的, 它一个方向, 我们需要把把控好, 它是有一点点右下这样滑下来的感觉, 然后下边呢, 它这块是一个有一点趋近于这个三角形的一个, 这边是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撇点这个感觉, 然后回过来写一个小横画, 由促到细, 然后再连上一个小点, 连上一个小点,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横画, 那么第二个横画的这个长短啊, 我们要给它控制好, 它没有超过我们第一个横画, 左右两边都没有超过我们第一个横画, 然后呢, 接下来这个小竖画啊, 它比较的短, 上边没有挨到我们的, 上边没有挨到我们上面这个小三角的这个部分, 它不是小三角, 它有点像平行四边形, 它虽然上面没连上, 它其实有点像平行四边形, 是不是, 老师说三角结构, 说顺口, 说习惯了, 看嘛都像, 看什么都像三角形了, 看啊, 上面这个更像一个平行四边形, 对不对, 那我们这个小竖画呢, 它很短, 它没有挨到我们上边的这一个小横画上, 然后接下来呢, 它是一个长横画, 非常的长啊, 那么同学们, 来, 跟着老师的这个画笔过来啊, 我们在这个起头处,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起笔啊, 感觉像是之前我们学过的那种低头状的起笔, 是不是, 是不是有一点点像, 那我们啊, 把它分析一下, 我们可以看到, 在这儿呢, 这儿啊, 可有一点点像是残破, 有一点点像是残破, 为什么呢, 我们可以看到啊, 它后面的这个顿比处, 它其实是比较细的, 它顿比的这一块, 原本应该是属于横画当中比较粗的一个位置, 它其实在横画当中属于比较细的一个形态了, 那么我们前边啊, 如果再写这种低头状的一个起笔, 可能会显得这个横画稍微有一点点左边倾斜, 所以呢, 这块这个低头或者是不低头, 直接圆起笔, 老师在这儿做一个开放式的选择, 就是同学们自由发挥, 就是自己选择, 觉得呢, 它是这种低头状的好看, 喜欢低头状的, 那我们就写这种低头状的, 不喜欢呢, 我们就写这种平的, 直接圆头了起笔就可以了, 可以听懂老师的这个意思吧, 那么老师选择这种直接逆风起笔, 不写低头状的这个横画了, 然后慢慢的顿笔出风, 这个字啊, 这个横画是非常的长的, 非常的长的, 那么在这儿呢, 它有两种选择, 我画出两种啊, 第一种是这种直接, 直接书写的, 直接书写这样啊, 这个横画可能写的就比较短了, 因为只是示范前面的这种, 这个起笔处, 然后第二种呢, 就是这种低头状的这样, 看同学们自己喜欢, 看同学们自己喜欢这个第一种, 还是第二种, 这两种都是可以的, 都是可以的啊,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属于创作阶段, 就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一个想象力了, 对吧, 至这个字, 那么我们在书写这个字的时候, 就要注意了, 这个整体结构呀,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, 整体结构是属于非常, 压缩的还是非常扁的, 压缩的很扁的, 我们可以看到啊, 然后呢, 我们这几个横画中间的距离呢, 是大致相等的, 横画之间距离大致相等的, 然后我们来看, 这个小横画, 下边的这个土的第一个横画, 它没有超过我们, 上边的这个第一个横画, 也就是一定要注意好它的这个长短的把握, 一定要把握好它的这个长短的把握啊, 千万不要把上边写的太短了, 然后下面给它写的特别的长, 然后我们往上移一下, 我们现在呢, 来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质字横画的一个形态, 方向上, 那我们看啊, 我们现在用这个红色的笔画一下我们这个横画的一个方向, 第一个, 老师现在画的比较夸张了啊, 相当于, 它第一个, 第一个横画,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, 是这样的一个方向, 有一点点这种, 诶, 右下滑下来的这个感觉, 然后呢, 第二个横画, 它是比较平的, 但是它是由粗到细的, 诶, 第二个这个横画, 它比较平直了, 但是它是由粗到细的一个这样的过程, 然后第三个横画, 它就长在了我们的横中线上, 就长在这个横中线上, 它也是一个比较平直的一个状态, 然后呢,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, 最后一个这个横画, 它很长, 一定要注意啊, 一定要注意啊, 我们这个这个长横画, 一定要梳展开, 一定要梳展开啊, 看左右两边, 几乎都顶住我们的格子了, 顶住我们的格子了啊, 剩下呢, 就是这个三个比较小的一个, 树, 树项的一个笔画, 老师画一下, 用黑色的画一下, 那么上边的这两个笔画, 都是向左这样倾斜的, 然后呢, 下边的这个小树画呢, 它是比较短的一个状态, 比较短的一个状态啊, 有粗到细, 上下都没有挨住谁, 都没有挨住谁啊, 那么我们这个质字, 质字, 回过来, 质字啊, 我们就过了啊, 还是比较简单的吧, 这个质字, 同学们, 这个质字没有什么问题吧, 老师写草权有多长时间的功力了, 老师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学写字了, 我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写字了, 但是我那个时候学的历书是史辰碑, 我学的是史辰碑, 然后后来到上大学集训那段时间, 就经常写这个, 写草权碑了, 写二十年了, 书法这个东西感觉是越到老越吃香, 就是可以学一辈子的东西, 对, 可以学一辈子的, 所以啊, 同学们既然选择了书法啊, 就一定要坚持下去, 好吧, 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啊, 不论是自己家的小孩子啊, 或者是孙子啊, 孙女儿啊, 就是有学习书法的, 一定要坚持住啊, 一定要坚持住, 那我们接着来看老师, 老师上学的时候笔记一定很工整吧, 老师在这给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, 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班机, 上大学的那个班机, 一共二十多个人, 然后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, 就发现大家在上学的时候, 全都是在班机给班机负责写那个黑板报的, 就是那个黑板字写黑板报的, 就一凑在一起聊天发现, 大家从小学到大到高中, 都是负责干这个活的,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字栏啊, 就不开玩笑了, 不讲, 不讲闲话了啊, 就来我们看第二个字, 第二个字老字, 我们之前有学过这个结构吗? 有没有学过这个结构呀, 同学们? 老字这个结构, 之前咱们有学过吗? 想一下啊, 想一下, 我们之前有没有学过这个字的结构呢? 来, 我们看第一笔, 是一个横画, 由粗倒戏, 由粗倒戏的一个横画, 也干过, 我相信咱们班很多同学, 估计在读书那会儿, 其实也干过这个事, 肯定都干过, 然后呢, 我们写这个竖画, 那么这个竖画, 它相对有一点点往左, 往左倾斜一点点, 而且我们这个竖画啊,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, 不要写的太长了, 不要写的太长了啊, 然后呢, 下边这个横画, 它就是属于低头状的一个横画, 低头状, 老师给它取的名字啊, 是比较, 简洁明了, 慢慢的顿笔, 出风, 在这儿, 笑头加感字底, 感字底是什么? 感字底我们学的是新字底吧, 然后这边啊, 它这个是比较细的一个小撇画, 比较细的一个小撇画, 然后呢, 下边这个撇, 注意一下角度啊, 那么在这儿呢, 我们看, 它的这个笔画, 撇画, 它是比较细的, 比较细的, 然后下边, 确实有一点像我们之前学的那个, 啊, 感字底, 感字底可还行了, 看啊, 一定要注意, 这个下边这个部分啊, 我们不要把它写的太长了, 还是比较短的一个状态, 我们把它写出来, 把它写出来啊,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, 上边的这一个, 这个部分啊, 我们在中间, 同样还是可以用, 用笔把它框起来, 就是我们第一个横画的长度, 和下边这个部分的长度, 哎, 基本上是一致的, 基本上是一致的, 我们来看一下, 同学们看看自己手里写的, 能不能保持这个状态, 就是第一个横画的长度, 和下边, 下边这个部分, 有点像纸字, 哎, 有点像纸字的这个, 这个结构, 哎, 有点像纸字的这个结构啊, 我们看它的长短, 基本保持在了这一个长度内, 一定长度内啊, 那我们在书写的时候,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, 然后我们要看啊, 再注意的一点就是, 我们这个小撇画, 这个撇画啊, 一定要注意, 它的这个夹角是比较小的, 这个夹角比较小啊,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, 千万不要, 哎, 又写成下边这种, 这种感觉了, 哎, 它写的很宽大的这种感觉, 然后下边的这一个, 空间呢, 还是, 同样是匀称的, 匀称的啊, 我们还是, 还是把这一个, 笔画的一个方向, 给大家说一下, 第一个横画, 由粗到细, 我们用这个红色的笔, 再强调一下这个笔画的方向, 和它中间的这个距离把握, 现在还是有一小部分同学, 在书写的时候啊, 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过方了, 还是有一点点方,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啊, 就要稍微压缩一下, 我们横画之间的这一个距离, 这个距离一定要压缩一下, 然后呢, 我们在写竖画的时候, 一定要控制, 不能让它写的太长了, 如果这个竖画写的过长, 那么我们这个字啊, 它就会相对的变长, 变长了, 就不扁了, 看起来, 然后这两个, 第一个这个小片啊, 它比较短, 然后下面的这个片, 这块的角度一定是个锐角, 一定是个锐角, 挨得很近啊, 挨得很近, 然后呢, 一个竖, 那么这个竖的长度, 同学们也不要写的太长了, 左边, 左边一个小笔画,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弧度, 有一点点的小弧度啊, 我们用黑色的笔在方圆画一下, 有一个小弧度在这, 然后这个横画呢,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提案变化, 然后在一个小点, 空间上, 我们一定要把控好, 那么这个横画, 它是怎么写的呢, 那我们啊, 在这书写的时候啊, 其实可以把它写成一笔, 先写这个小竖画, 然后往左这样写, 然后回过来, 写这样, 看懂老师的这个意思了吗, 就是逆风起笔写这个竖, 恰好这个竖它有一个弧度, 对吧, 然后我们在写的时候, 就直接拐向左这样拐过来, 然后回过来, 一笔把这个笔画写出来, 也是可以的, 也是可以的啊, 然后在中间呢, 稍微提起笔一点点, 稍微提起笔一点点, 中间有一个变细的这一个过程, 中间有个变细的这个过程啊, 那么这个老字, 也没什么问题吧, 然后我们就接着看这个不字啊, 那么不字我们之前有学过, 我们之前有学过, 对不对, 老师来清除两张图片, 我们往上挪一下我们的这个结构, 这个图片呀, 诶, 我们挪到这儿, 我们来看一下, 那么这个不字, 不字, 我们之前有学过, 而且咱们班同学在撇纳画的这个搭配上, 其实, 其实做的还是很棒的, 还是很不错的啊, 我们来看, 同学们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来写一下, 我们之前有学过这个不字, 来看, 逆风起笔写这个横画, 那么这个横画, 它也是往这个右下这样斜下来的, 一个小弧度, 然后呢, 中间两个点, 那么这个两个点啊, 都是往左, 往左斜过去的, 都是往左斜过去的啊, 然后呢, 在这儿, 嗯, 老师建议大家先写这个竖画, 虽然我们看起来啊, 这个点跟这个撇好像是一笔写成的, 但是呢, 我不建议大家一笔写出来, 就是老师觉得好难啊, 一笔写出来, 老师真的觉得一笔写出来好难啊, 所以我们先写这个竖画, 哎, 那我们要注意啊, 这个竖画不要写的太长了, 不要写的太长了, 因为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字, 还是比较扁平的, 然后呢, 这个撇画呢, 把它慢慢的把笔这样推出去, 然后向上收个笔, 游戏倒粗一点点, 然后呢, 右边 钝笔 出风, 哎, 边走边钝, 慢慢的把笔的抬起来, 那么这个步子啊,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, 这个撇纳画的搭配组合, 那么在这儿呢, 这个撇纳画基本上保持的是水平的一个状态, 然后这个竖画呢, 比它们长了一点点, 哎, 一定要注意啊, 是一点点, 哎,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说, 老师, 我也是比它长了一点点, 但是它写成这个状态, 我来写一下啊, 它的这一个撇啊, 是这样的, 撇, 然后纳是这样, 然后竖, 这么长, 哎, 那我们可以看啊, 我们可以看, 那么这个步子写出来, 一定是一个很方的一个形态, 一定是一个很方的形态, 对不对,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, 这个撇画呀, 它, 是凭, 凭着, 凭着撇出去的, 凭着撇出去的啊, 同学们, 一定要看好这两个笔画的区别, 一定要看好这两个笔画的区别, 那么这个字呢,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, 我们只要把控好这个撇纳画的一个角度, 不要把它写的太过于立场了, 那么这个字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, 哎, 同学们, 一定要注意, 然后呢, 这两个点画, 我们来看一下, 两个点画, 我们来看一下, 哎, 我们往上挪一挪, 两个点画呢, 它都是这样, 逆风起笔, 向左写一个点, 哎, 逆风起, 向左, 哎, 同学们试一下, 它们这个方向都是向左下, 向左下这样书写的, 而且呢, 不要写的太长了, 不要写的太长, 虽然这个点啊, 它可能看起来比较大, 在整个字当中, 但是呢,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写的太长了, 写这么长, 哎, 这可不行啊, 这可不行, 哎, 中等, 哎, 适中就可以了, 就可以了啊, 那么这个步字的横画呢, 我们还是要注意, 它的一个方向, 哎, 我们这个方向啊, 把控好咯, 哎, 这个方向不是很平直的, 它是往右下写下来的, 往右下写下来的啊, 然后呢, 这个离字, 离, 我们也学过吧, 我们也学过, 然后, 老师在这还记得大家在写这个离字的时候啊, 我往上挪一下啊, 在写这个离字的时候呢, 很多同学左半边的这个结构把握还是很不错的, 左半边的这个结构还记得老师说的, 它相对的比较大, 哎, 它整体书写还是很棒的, 相对比较大, 但是呢, 我们要注意一下右侧啊, 右侧的这个部分啊,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瘦长的一个状态, 我们把它用这个框框给它框起来, 可以看到我们左侧呢, 比较趋近于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状态, 就把它这个外轮廓给它连起来, 然后呢, 右边呢, 我们把它连起来, 它是一个比较瘦长的一个长方形的状态,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一点, 就是很多同学在写的时候, 他把左右两边都写成比较宽阔的一个形态了, 那么这个字看起来, 那如果它就是这样, 右侧它也是这么宽, 那么这个字啊, 它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扁了, 对吧, 那我们再一起写一下这个离这个字, 第一个横画, 然后下边的这个口, 第一个小笔画, 有一点点像内收, 然后这个竖画也是像内收的, 然后用一个小横画把它这样口封住啊, 对, 我们现在网络可能比较的拥挤, 同学们多刷新抓新啊, 多刷新几次, 然后呢, 同学们就是最好进到我们班机了之后呢, 就不退出去了, 如果网络状态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下, 就是进来就不再退出去了, 然后呢, 再写这个下面一个小竖画, 这个竖画比较靠左一点点, 然后下面的这个部分, 哎, 它是往右上, 这样写上去的, 然后再写这个小竖画, 这个竖一定要注意啊, 上面这个头不要漏的太多了, 就是还是有很多同学在写的时候, 习惯性的, 哎, 这个竖一顶, 毛笔一顶, 上面就漏长了, 啊, 上面就漏长了, 然后下面的这个小三角的这个部分, 我们把它写出来, 然后右侧, 右侧按, 向左, 这个撇画它比较竖起来了, 哎, 这个撇比较竖, 然后一个小红, 然后回过来一个小撇画, 第一个横画, 哎,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这个位置, 在这个横画书写的时候, 我们就大致比, 比着上边的这一个小撇画的起笔位置, 哎, 起笔的这个位置, 它呀, 没有比上边的这块长特别的多, 所以呀, 我们这个字整体写完之后, 右侧的这个部分, 它是比较趋近于一个长方形的状态,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我们这个横画之间的距离一个把握, 下面这块, 把这个横写在这, 慢慢的轻轻的顿一下笔, 然后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, 那我们这个字画一下就是右侧呢, 它比较趋近于一个这种长方形的形态, 左边呢, 它是比较趋近于一个正方形的形态, 左侧更宽, 右侧更加的竖长, 同学们一定要把控好这一点, 那么也就是在右侧写这块的时候, 上面这个头的部分的时候啊, 就不能把它写的太宽了, 就不能写的太宽了啊, 来同学们, 老师在这问一下, 是所有同学都特别卡吗? 在弹幕里跟老师讲一下呗, 是所有同学都很卡吗? 老师喝口水啊, 等一下大家, 那应该就是个别同学网络的, 网络可能不是特别的好, 那没关系啊, 如果特别卡的话, 影响观看, 我们回去, 我们回去看回放也是可以的啊, 不要着急, 不要着急, 那么这个离字,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? 那么在这个离字上, 还有什么问题吗? 同学们, 用5G, 哇, 可以, 5G是还是非常迅速的, 同学们, 在这个离字的书写, 还有什么问题吗? 因为这个离字我们之前都学过, 也学过啊, 然后老师只是讲了一下, 大家比, 共同存在的一个小问题, 其他书写还都是很棒的, 其实, 我们同学都超级聪明, 就是上一节课就吸收特别好, 那我们就看, 那我们看, 哎呦, 我们把它往上挪啊, 都挪上去, 哎, 就剩下面这个上点, 上点就剩这个下面三个字了啊, 文, 那么这个字啊, 是很久之前学过了, 好长时间没有写它了吧, 一个点, 这个点啊, 比较的小啊, 千万不要写的太长了, 不要写太长了, 然后呢, 下边的这一撇一纳, 哎, 把它写上, 慢慢的把笔这样左, 推出去, 然后向上收个笔, 第二节学的, 哎, 记得很清楚嘛, 在那右边, 纳画逆风起笔, 慢慢的, 钝笔, 出风, 哎, 第二节课学的那应该现在很多同学很长时间没有碰这个字了, 吧, 同学们写一下啊, 看看是不是比第二节课写的要顺畅很多了呢, 要流畅很多了, 我们来一起看这个字啊, 那么这个字啊, 我们上边这个部分啊, 哎, 它是属于一个紧凑的状态, 那么同学们在写, 在写这个文字的时候呢, 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横画呀, 不要写的太长了, 哎, 不要写的太长了, 很多同学在写这个文字的时候, 经常会把它写成这个样子, 就是, 逆风起笔一个小点很棒, 然后横画呢, 它写的特别的长, 就横画写的这么长了, 然后呢, 这一撇一纳, 然后一撇一纳写, 写的还是很标准的, 我们看一下啊, 那么这个字, 那么这个字看一下, 如果第一个横画, 这个横画写的过长了, 那我们看这个字, 感觉它就是一个很宽阔的一个状态, 它没有收放了, 对不对, 它没有收放了, 那我们上边的这一个横画呢, 其实写到这儿就可以了, 写到这儿就可以了, 然后呢, 这一个撇画,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方向, 撇画呢, 也是, 它是比较平的一个形态, 中间的这一个角度呢, 我们要把控好, 它是比较开的一个角度, 还记得之前老师怎么讲的这个字吗, 它很开呀, 这个角度, 这个角度它很开阔, 千万不要写成这种尖尖的这种角度了, 如果写成这种尖尖的角度, 那我们这个文字看起来绝对是一个非常瘦长的一个文, 绝对是非常瘦长的一个文字, 那我们这个文字, 它是比较宽的, 像跳舞一样, 像劈叉了是吧, 那么这个文字, 印象很深刻, 然后我们看这个文字, 它的这个撇纳画的组合, 就是撇画会稍微高一点, 纳画会稍微的低一点点,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把握这几点, 那么这个字就绝对没问题了, 就绝对没问题了, 那么文字, 我们就往下来, 那么在下边的这个字, 这个字, 这个啊, 它的宝盖头啊, 稍微有一点点残破了, 但是我们有学过宝盖头, 对不对, 那我们啊, 就可以把它补上, 逆方起笔一个点, 一个点, 然后呢, 左边的这个部分啊,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清, 右侧是绝对能看得清的, 我们来看一下, 我们右边的这个, 它是比较竖, 比较竖直的一个小点画, 那么我们就分析出来了, 那么左边的这个呀, 它也属于比较竖长的一个状态, 因为我们之前学那个手字还记得吗, 手字, 它左边倾斜, 右边也是倾斜, 那么这个字啊, 左边我们就让它平行着来, 给它写出来, 这个点画, 然后下面的这一块呢, 不用写的太长啊, 这个小点画不用写的太长, 但是它很宽, 但是它很宽, 然后把右边写上, 把右边写上, 稍微带一点点小弧度是可以的, 然后接下来写下边的这个部分, 那下面这个子这个结构呢, 我们也是有学过的, 但是它跟我们之前学过的那个, 长得不太一样了, 一个小横画, 然后回过来一个小撇画, 在这儿, 然后我们可以看啊, 它在这儿的下边这个竖钩的部分, 它的书写方法跟之前学过的, 好像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, 然后呢, 我们把这个横画给它写出来, 把这个横画写出来啊, 那我们这个字, 这个字, 这个字啊, 这个字呢, 我们看一下, 整体上边的这个宝盖头啊, 它是很宽扁的, 我们把它画一下啊, 它是压缩的非常宽扁的, 然后我们下边这一块, 它跟之前学过的, 是不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了, 同学们, 我们要记住啊, 上边是这样写的, 我们主要讲下边的这个竖钩, 这个竖钩, 那我们来看一下, 那在这个竖钩的书写, 虽然还是三个方向, 但是这三个方向啊, 稍微发生了一点点细微的变化, 哎, 第一个方向, 这样, 然后第二个方向, 它稍微往内收过来了, 哎, 稍微往内收过来, 然后呢, 第三个方向, 这样向左, 这样慢慢的平着推上去,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弧度, 哎, 我们看这三个方向啊, 看这三个方向, 第一个方向, 往右下, 然后呢, 远转过来, 哎, 它是向内有一点点收的, 然后再转过来, 向左这样一点点推出去, 带一点点的小弧度, 哎, 带一点点小弧度啊, 老师在这呢, 写的会夸张一点, 哎, 同学们在写字的时候要合情处理, 哎, 合情处理啊, 老师在这写的会更加夸张, 为了突出我们这个方向, 哎, 一定要注意好我们这个方向, 照比之前有了一个稍微细微的小变化, 对吧, 哎, 同学们练习一下这个笔画啊,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, 哎, 第一个方向, 第二个, 第三个, 虽然这个方向, 竖钩推的参差不齐啥毛病, 你的意思是每个竖钩写的都不太一样是吗, 面淼同学, 你的意思是你写出来的钩画每个长得都不太一样吗, 那就证明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熟练, 并不能特别的稳定, 把每一个竖钩都给写好, 写的完美, 哎, 他总有一个能写的很好看, 是线条不流畅的意思, 还是你写的这个竖钩画长得不一样呢, 来同学们, 那么这个字, 老师再带着大家一起写一下啊, 这个字, 跟老师一起来写啊, 逆风起笔, 先写一个点画, 先写一个点画, 拐弯的时候拐的, 然后呢, 再写一个小点画, 竖项的一个小点画, 然后呢, 这个横画呢, 它是比较平直的一个状态, 然后呢, 搭过来一个小点画, 那么这个宝盖头我们就把它完事, 把它写, 把它写完了啊, 语言表达能力出现了问题, 妙妙同学怎么回事, 来啊, 然后我们宝盖头一起写完了, 对吧,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部分, 下面的这个字, 这个第一个小横画,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弧度, 稍微有一点小弧度啊, 然后呢, 接下来的这个小小小树画, 我们可以称之为小树画, 因为啊, 它不是特别的向内倾斜, 我们可以看到啊, 它是比较一个竖向的一个状态了, 它是比较竖直的一个状态, 并不是像之前我们写的特别向内收的一个状态, 对吧, 然后呢, 接下来啊, 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, 然后慢慢的推过来向上, 哎, 收个比, 那我们在收比的时候, 我们在收比的时候啊, 可以看, 跟上面比一下, 基本跟宝盖头啊, 差不多宽, 哎, 基本和宝盖头差不多宽的, 同学们, 然后呢, 下面这一个横画, 逆风起笔, 哎, 写出来, 那我们看, 那么这个横画, 它是有一个小弧度在这儿的, 对吧, 然后呢, 跟上边第一个宝盖头的这个横画起笔啊, 在一条水平线上, 在一条水平线上啊, 同学们, 哎, 看好我们每个笔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关联性, 哎, 每个笔画之间啊, 它也有一定的联系性, 哎, 那这个字, 同学们,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啦, 哎, 能听懂老师讲的这些吧, 哎, 可以跟得上老师的这个节奏吗, 同学们, 对, 同学们在书写上有什么小问题啊, 我们可以都拍到, 拍照片, 发到群里, 然后同学们之间呢, 自己可以沟通, 哎, 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, 我们班级群里人这么多, 对吧, 肯定有人能解决, 是吧, 然后老师看见了, 就肯定也会帮大家回复的, 对吧, 那没事了, 可以跟得上的话, 我们就接着讲这个是, 哎, 这个是字啊, 也有这个竖钩, 也有这个竖钩啊,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几个横画给他写出来, 第一个横画, 哎, 这个横画它也是很弯弯的, 对, 它很弯, 而且是由粗到细的一个变化状态, 然后下边的这个口呢, 它是收的比较紧凑的, 哎, 这个小竖画啊, 稍微有一点点往左, 稍微有一点点往左的这个小弧度在这, 然后呢, 这个横画比较的细, 哎, 然后这块有一点点残破啊, 然后我们把它补上, 可以分析出它也是向内收的一个小竖画, 下边呢, 我们再写一个横画, 然后下边, 哎, 第一个横画, 哎, 它比较的平直的一个状态, 然后向内收, 这个小竖画, 哎,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, 它是向内收的, 然后下边这一个横画呢, 它是有一点点的弧度的, 向下的一个小弧度在这, 哎, 向下的一个小弧度在这, 然后最后一个横画呢, 哎, 它跟这个, 这个横画, 上面的这个横画, 起笔是一样长的, 然后呢, 它是有一点点这种右上斜的这一个趋势在这, 右上斜的这个趋势在这, 那我们可以看到, 那它在这个横画之间的这个距离呢, 基本上是匀称的, 哎, 基本上是匀称的, 但是我们在这, 哎, 有同学说, 老师, 你这下面这一块, 为什么上面这挨的这么紧凑, 下面这么宽, 哎, 有同学眼睛很尖啊, 肯定能看到这一点, 马上就要问老师了, 哎, 那我们可以看到, 它在这个横画呢, 它是有一点点向上的一个弧度, 那么它可能就稍微的占了一点上边的空间在这, 但是我们整体看它这个呢, 基本上空间还是稍显匀称的, 并不会说是哪里特别特别的拥挤, 对不对, 哎, 不是哪里特别的宽松, 特别的拥挤, 它有这种非常强烈的对比, 哎, 就可以啊,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个竖沟, 它比较的长,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字贴当中啊, 它这个竖沟感觉, 用我们东北话来讲叫急了拐弯的, 用我们东北话讲叫急了拐弯的, 就不直, 那个意思就是不直, 我们看一下啊, 上面拐了好几道弯的感觉, 然后拐向左推出去了毛笔, 那我们在这写的时候啊, 不用像它拐这么好几道弯这么妖娆, 我们直接竖划写下来就可以了, 哎, 直接竖划写下来就可以了啊, 逆风起笔, 然后向下, 然后慢慢的把毛笔这样向左推出去, 向上回个笔, 那么它在这呢, 啊, 可以看到, 它呢, 这个竖沟啊, 这一块, 它是这个整个字当中最长的一个部分, 整个字当中最长的啊, 哎, 一定要把它向左这样推出去, 啊, 伸展开, 一定要向左这样伸展开, 好吧, 哎, 然后我们右侧, 右侧可以看到, 它下边的这个部分, 这个竖划起笔的位置, 和上边第一个横划收笔的位置, 基本在保持水平的, 基本保持水平的, 同学们, 然后中间的这一个小口啊, 一定要注意是向内收的, 一定要注意啊, 它是向内收的, 不然的话, 我们整个字当中啊, 你如果写的太宽了, 这个字, 它看起来就是很胖的一个字, 它又没有收放了, 又没有收放了啊, 这个字很长是不是, 哎, 那我们曹玄碑当中啊, 它不但有这种比较扁, 宽扁形态的字, 它也有这种看起来比较长结构的一个字, 哎, 也是有这种长结构的字的, 老师带着大家来写, 再写一下我们这个竖钩啊, 很多同学可能在这个, 把毛笔向左推的这一个感觉啊,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, 是不是, 逆风起笔, 老师稍微把笔侧一点啊, 你们能看得清是吧, 逆风起笔向下, 但是老师侧笔啊, 就是几乎就是用的侧风了, 向下, 一直往下写数, 然后呢, 到这之后, 慢慢的把笔这样, 哎, 这一块呢, 转弯的这个部分, 还是一样的道理, 稍微把笔这样提起来一点点, 有个巨峰的这个动作, 不然的话, 我们在这写下来, 哎, 它很可能是这样直接抹过去了, 很可能直接这样抹过去来, 那我们稍微把笔提起来一点点, 然后笔峰调正之后, 然后呢, 再向左, 向左这样推出去啊, 老师为了能让大家看得见啊, 现在笔是这样侧着, 笔是侧风, 侧风来写, 但是同学们在写的时候, 一定要注意保持中风啊, 哎, 这样慢慢的把笔这样推出去, 慢慢把笔这样推出去就可以了, 在这, 哎, 这样圆转过来, 中间这块呢, 稍微的把毛笔提起来一点点, 把笔这样锯, 把笔峰聚拢, 调正笔峰之后, 然后再慢慢向左推出去, 哎, 这个竖钩这个部分, 啊, 那么这个柿子, 这个柿子, 一定要注意啊, 横画之间的一个距离的把握, 那么我们来看啊,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柿的一个整体结构, 那我们来看这个柿子, 我们用一条线把它画出来, 用一条线把它画出来啊, 我们看, 我们看, 它下边的这一个空间上, 我们可以看到, 它留的下面这个小空间, 还是比较大的, 对不对, 下边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,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, 在下边书写的时候, 也就是这块这个位置, 这块这个位置啊, 这个竖画呢, 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往下拉伸一点点, 稍微往下再拉伸一点点, 一定要把这个下边的空间给它留出来, 然后再往左这样推出去, 然后再往左这样推出去啊, 那这个竖钩, 它不像我们之前学的撇画似的, 这个角度很小, 直接向左平推出去了, 对吧, 它是稍微再往下拽了一点点, 然后再往左推出去的,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, 那好了同学们, 我们上链啊, 现在就完整的给大家讲完了, 同学们在这个上链的书写上,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, 能不能跟得上老师的这个节奏呢? 能不能跟得上老师的这个节奏上链? 那如果如果没有问题了, 我们接着来看下链啊, 太好了, 你们都能跟得上老师的节奏, 真棒, 来啊, 我们现在来看,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锁, 锁字, 那么这个锁字啊, 老师有看到同学们在群里讨论了, 好像有说这个锁字, 第一个横话是怎么写的, 是吗? 那么现在老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, 同学们一定要看清楚哦, 第一个横话, 它是一笔写成的, 一笔写成的啊, 然后第二笔啊, 它的这个弧度呢, 它是比较大的, 然后向上收个笔, 接下来我们来看, 一个小横, 然后这个竖画它比较的斜, 往左这样斜过来, 然后再写一个小横画, 右侧这个竖画呢, 先写这一个竖画, 千万要注意这个竖画不要写的太长了, 慢慢的顿比, 出锋写一个横画, 然后再写一个小竖画, 再写一个小竖画, 那么锁字, 这个字长这个样子, 长这个样子,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字, 那么这个字呢, 整体结构它是压缩的, 非常扁的, 那么这个字最长的这个部分啊, 我们来看, 这个字最长的这个部分, 其实在这个小撇画, 左边的这个小撇画, 它是拉伸的最靠下的, 拉伸的最靠下的, 所以同学们在写右侧的这个竖画的时候, 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它写的太长了, 千万注意不要把它写的太长了, 那么,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锁字上面是, 是一个横竖画写成的呢, 我们来看一下, 那就要说到它, 在早之前呢, 它的这一个转, 转书的一个写法了, 那么在转书的它的一个写法呢, 是这样, 左边的结构是这样的, 然后呢, 它下边是这样的一个结构, 老师呢, 在这只是把它一个形态画出来, 只是把它形态画出来, 然后我们可以分析出来, 它, 我们上边写的第一个部分, 那也就是现在, 它我们看到的左边的这一个部分, 也就是左边这个部分啊, 所以它这个横画一定是一笔写成的, 那为什么字贴当中看起来它像是两笔呢, 那也就是只有一个原因, 就是它有点残破了, 也就是只有一个原因啊, 它就是有一点点残破了, 它恰好断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了, 恰好断在这了, 然后看起来呢, 就像是两笔写成的, 而这块, 哎, 很好看啊, 哎, 由粗到细的一个小横画, 后边又是一个小横画, 是吧, 很多同学都是这样认为的, 是不是, 哎, 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啊, 哎, 还是要可以查一查它原来更远, 更比它更老的一个字的状态啊, 追根溯源嘛, 这一撇太妖娃了是吗, 对, 对, 它是很妖娃的一个字,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, 老师再带着大家把这个撇画, 撇画写一下, 这个撇画其实可以分两笔来写, 如果写不好, 同学可以先分两笔, 先这样向右写一个点的感觉, 然后呢, 在这慢慢的把笔这样撇出去, 哎, 同学们可以试一下, 如果一笔觉得不够顺畅的话, 那么我们现在就先用两笔来写, 第一笔, 然后呢, 慢慢的, 哎, 第二笔向上推个, 推, 回笔, 同学们可以试一下啊, 方向, 哎, 它是弧度, 弧度很大的, 弧度很大的啊, 同学们可以试一下, 把它分成两笔写, 是不是会相对容易一点呢, 哎, 而且它的这个角度也是比较好把握的, 同学们试一下啊, 然后我们现在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下, 我们这个锁字, 它的这个笔画上的方向, 我们要把握住, 那么在第一个横画, 第一横画, 我们来看啊, 它稍微有一点点向上拱的这一个弧度在这, 向上拱的这个弧度在这啊, 然后呢, 我们用红色的笔画画横画, 然后用那个黑色的笔画, 竖画和撇画, 这样区分的会比较明显一点, 然后我们看啊, 它这个小小横画是向下的, 这个小横画也是向下的, 它们两个啊, 基本是保持水平的, 基本上是保持水平的, 然后呢, 下边这个右侧的这个横画, 它也是这样右下, 这样写过来的, 一定要注意我们锁字这四个小横画的笔画, 它的一个方向, 第一个是一个向下的这个弧度, 接下来呢, 左边的这两个小横画, 都是向上的一个这种小弧度, 像微笑嘴的这种感觉, 然后呢, 右侧的这一部分, 它是往右下, 这样写下来的一个横画,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撇画呢, 第一个这个, 它很妖娆, 像左这样伸展出去, 接下来这一部分, 它是有一个比较弧度在这儿的, 它是一个弧度在这儿的, 然后稍微往左倾斜一点点, 接下来这个竖画, 稍微的比左边的, 它挨着它, 紧挨着这个左边的这个部分长一点点, 但是没有尝过, 我们最左侧的这一个撇画, 同学们一定要观察好啊, 然后呢, 右边的这两个小竖画, 基本都是竖直的了, 基本都是竖直的了啊, 同学们, 一定要把这几个笔画的方向把握好, 方向一定要掌握好, 那么这个锁字,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? 屏幕下啦, 把锁露出来, 老师现在就是在讲锁字呀, 屏幕上, 屏幕上没有露出锁字吗? 锁字写在这儿了, 写在这儿了, 老师现在刚才讲的, 讲的是这个方向上的, 方向上的, 笔画方向上的一个问题啊, 我们一定要注意好, 我们这个笔画的方向, 那我们现在, 那再一起写一下这个锁字, 再一起写一下, 越看越不认识是吗? 我们来看啊, 我们先写第一个横画, 第一个横画呢,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弧度在这儿, 然后呢, 这个笔画如果写不好, 我们就分两笔来完成, 向左这样, 慢慢的把笔推出去, 向上收个笔, 很妖娆的一个笔画, 然后一个小横, 这个树画呢, 稍微的有一点点弧度, 像左这样写过来, 然后这个右边的这个树画, 它是比较树直的一个状态了, 顿笔出锋, 这个横画呢, 是右下, 右下书写的, 然后再写一个小树画, 再写一个小树画啊, 山河同学, 把左侧露出来, 老师没太理解你的意思是什么, 锁字, 老师又带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字写了一遍啊, 同学们,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, 能听懂老师讲的这一些意思, 只不过这个字看起来有点不认识是吗, 看多了就越看越不认识了是吗, 那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写的, 认识我们在历书当中的这个锁字, 长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, 就可以了, 然后笔画怎么写, 它跟我们之前学过这些, 其实都是一样的, 同学们, 不要看起来觉得它好奇怪, 然后就害怕它就不想写了, 左侧字帖嘛, 是要把上链和下链一起都露出来吗, 只见G和不见锁, 但是老师, 是等一下啊, 老师在这问一下, 老师在这问一下, 是所有同学在屏幕上都看不见锁字吗, 老师现在屏幕上, 老师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全部的字啊, 山河同学那边是看不到锁字是吗, 你刷新一下画面, 是不是画面卡住了, 可以看得到是吗, 那就行那就行啊, 老师还以为老师这边出了什么问题, 现在能看得到就好了, 现在能看得到就好了啊, 那我们接着来看, 接着来看下面这个G字, 老师现在屏幕上是锁G和这三个字, 现在是这三个字, 然后我们, 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下面这个字啊, 下面的这个字, 这个狮子头啊,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, 不要把它写得太大了, 第一个小横画, 注意这个横画书写的时候, 就注意不要把它写太长了, 稍微短一点点, 然后这个竖画也不要写得太长了, 然后呢, 这个第二个横画, 它稍微比第一个横画长了一点点, 长了一点点, 然后这个撇画呢, 在这儿露出一点点的小头, 向左侧, 慢慢的撇出去, 慢慢的向左撇出去啊, 然后这个横画呢, 它向右侧, 大大的书展开, 顿笔, 出风, 顿笔出风啊, 然后呢, 这个小竖画, 它非常的短啊,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, 它非常的短, 然后下面的这个口, 竖画左侧呢, 向内收, 然后这个横画呢, 没有挨到我们的这个竖画上, 又是一个向内收的一个小竖画, 最后再把它封住, 再把它封住啊, 那么下边鼓这个部分结构啊, 一定要注意, 它整体这儿, 是这样向内收过来的, 这样倾斜过来的, 它不像之前我们写的那些, 都是这样竖直的一个状态, 它是向内这样斜过来的, 然后呢, 右侧这一块啊, 留有一大部分的空间在这儿, 留一大部分的空间在这儿啊, 然后上边的这个字头呢, 我们可以看到, 下面的这个口啊, 它是比上边宽出一个竖的一个宽度的, 能听懂老师这个意思吧, 哎,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可以用毛笔, 在边写边用眼睛来比量一下, 哎, 基本上超横画的收笔, 在它上边这个狮子头竖画的一个收笔的位置, 左侧, 左侧这个撇画向左竖展开, 向左竖展开啊, 那么这个字呢, 这个字啊, 同学们, 只要不把上下这两个部分写的特别的大, 特别的宽啊,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, 这个字形结构啊, 还是比较好掌握的,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 不要把这上面写成这样, 老师做一个错误示范, 哎, 之前我们在学名字的时候, 哎, 其实是相同的道理, 上边呢, 上边啊, 很多同学们把书写那个名字, 就是人民的名, 它上面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, 只不过它左边不是撇, 是一个小竖题是吧, 上边它就写的特别的大, 然后撇画呢, 这样写过来, 那你同学们你看啊, 我们把上面的这个脑袋写的很大, 那下边这个口, 我们是要写多大呢, 跟它一样大是吗, 那么我看这个字看起来好看吗, 这个字看起来啊, 它就是特别的宽了, 对吧, 特别宽了, 哎, 它是没有这种收放对比的这一个感觉, 本来我们这个字可以看到, 它在这个横画上是最飘逸, 最舒展的一个状态, 最飘逸, 最舒展的一个状态, 但是因为上面的这个小脑袋啊, 如果写的太宽了, 哎, 那么这个收放对比不强烈, 整个字看起来就有一点呆呆的感觉, 哎, 看这个字感觉有没有一种呆呆的感觉, 那我们再一起写一下啊, 一定要注意我们上边的这个字头不要写的太大了, 逆风起笔, 一个小横, 横画一定要保持住啊, 这个横画比较短, 比较短啊, 大方子, 然后这个竖画呢, 它也是很很短的, 哎, 这个竖画如果写长了, 上面整个这个字, 这个字头啊, 可能就会被拉伸的竖长了, 哎, 那么这个字形扁长就保, 就保证不了了, 然后这个撇画呢, 哎, 跟平常我们写的是一样的, 我们慢慢的向左撇出去, 哎, 也是比较平的一个状态, 也是比较平的一个状态啊, 再写一个横画, 在这逆风起笔, 这个旗笔啊, 比较的细, 比较的细啊, 慢慢的顿笔, 出风, 然后这个竖画同样也不要把它写的太长了, 它也是很短的一个小竖画, 然后下边的口呢, 是向内收的, 啊, 比较扁的一个状态, 不是特别的, 啊, 方形, 哎, 相对来说是比较扁的一个状态, 那么这个字啊, 哎, 中间的这一块我们把它框起来, 它还是一个比较瘦长的一个状态, 那么G这个字, 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讲完了啊, 一起讲完了,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字帖往上挪一下, 我们来看下边的这个合, 合字我们之前有学过, 对吧, 合字, 我们之前有学过, 那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这个合字, 合字呢, 主要是这个人字头的书写, 很多同学在写的时候, 哎, 稍微把它写的立长了一点点, 那么这个字看起来就过于的有一点点方, 在这儿, 然后我们右侧, 逆风起笔, 这个纳化是比较树长的一个状态, 慢慢的顿笔, 出风, 在这儿, 然后, 然后我们看这儿, 中间的这个小横画, 左边是挨到这个撇画上的, 右边是离开的, 右边没有, 是留有空间的, 然后下边这个口啊, 它是比较扁的, 向内收啊, 这个横画向口啊, 口的结构, 竖画向内收, 合, 那么现在同学们在写这个合字, 是不是比之前我们写的时候要顺畅, 流畅, 流利了很多呢, 哎, 然后这个撇画, 注意, 它是比较平的一个状态, 比较平的一个状态, 然后中间的这个部分, 哎, 比较小, 上面的这个人字头啊, 一定要开的比较开, 然后呢, 把下边的这个部分结构啊, 给它盖住, 哎, 给它盖住了, 老师再带着大家把这个人字头, 再一起写一下啊, 我们用红色的笔, 哎, 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方向, 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方向啊, 逆风起笔平着, 向左把毛笔这样推出去, 向上收个笔, 平着的, 然后右边, 哎, 它比较直的一个状态, 慢慢的顿笔, 出风, 哎, 很多同学在写的时候啊, 在之前, 在之前的作业啊, 哎,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, 这样, 就是这种尖尖角, 像房子的这种尖尖角的这种感觉,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 它是这样的一个开合状态, 老师用手指给大家比了一下,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, 不是这种尖尖的, 比较立场的感觉, 它是这种比较快的, 比较宽的这种状态, 那么人字头, 老师又带着大家复习了一遍, 复习了一遍, 那么我们这个合字,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, 没有什么问题,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在, 这个在字, 哎呦, 这个在字呢, 我们看到啊, 它这个左边的撇画, 向左侧拉伸出去啦, 是不是, 先写第一个横画, 那我们在书写横画的时候呢, 它要适当的往格子的右侧靠一靠, 因为要给左边留位置, 让这个撇画伸展开, 那么第一笔, 逆风起笔的这个横画呀, 稍微有一点点右上倾斜, 稍微有一点点右上倾斜, 同学们要注意这个角度啊, 不要太斜了, 然后呢, 这个撇画啊, 起笔的时候啊, 哎, 先是一个比较竖直的一个状态, 在这个横画偏左侧一点的位置, 然后呢, 挨到我们这个横画之后, 马上向左, 把毛笔这样平着, 推出去, 哎, 这个撇画拉伸的很长啊, 一定要注意大胆的把它拉伸出去,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竖画写上, 向内收的竖, 不要把它写的太长了啊, 同学们, 那么我们看它起笔的位置在哪啊, 它对着是我们第一个横画起笔的位置, 对着是我们第一个横画起笔的位置啊, 一定要注意, 哎, 有很多同学在写的时候, 可能习惯性的把它写在后边, 写在后边, 就老师手画的这个位置, 我们用红色笔画一下, 它可能写在这后边, 我明天要看作业, 看看有没有同学, 真的就把这个竖画写在这个后边了啊,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横画, 这个竖画, 它是比较靠近我们上边的这个小横画的, 然后下边这个土字的结构, 第一个横画呢, 它是比较上, 稍微有一点点向上, 这个小弧度在这, 那么这个横画呢, 它是比较, 哎, 比较, 比较短的, 然后这个竖画, 哎, 也是很短的, 很短,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右倾斜的感觉, 稍微有一点点右侧倾斜的感觉, 然后接下来呢, 在这儿, 逆风起笔, 慢慢的顿笔, 出风, 哎, 在这儿, 它是有一个小燕尾在这儿的, 有个小燕尾在这儿,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, 哎呀, 注意我们下边这儿, 老师画一条线, 就也就是,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竖画呢, 不能写的太长了, 然后右侧的这个竖画也不能写太长, 而且这个横画啊, 我们看, 它跟下, 跟这个竖画在底下这儿保持水平的, 保持水平的啊, 整体的这个字被压缩的非常的扁, 这个字, 哎, 被压缩的很扁啊, 我们框一下, 很扁的, 然后左侧呢, 一定要注意它是书展开的, 左侧撇画书展开, 那么这个再字, 哎, 同学们在书写上有什么问题吗? 哎, 这个再字, 那么老师用红色的笔啊,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, 我们笔画上的一个方向上的小变化, 横画, 第一个横画稍微有一点点这种, 右上倾斜, 然后下边的这一个横画, 哎, 它是向上的一个小弧度, 下边的这一个横画呢, 哎, 它是有一点点的小燕尾, 千万不要忘了, 这有一个燕尾啊, 同学们不要忘记了, 然后这个撇画呢, 上边啊, 比较竖的一个状态, 接着呢, 往左, 给它写出去, 伸展开, 竖画, 哎, 这个竖画啊, 一定要注意, 它的起笔位置在哪儿, 哎, 它的起笔位置啊, 跟这个第一个横画呢, 还是在一条水平线上, 在这儿的, 然后呢, 这个小竖画稍微有一点点右侧倾斜, 哎, 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, 这个在字整体书写结构上, 还是比较容易的, 哎, 老师在这儿呢, 画的是我们的一个结构形态, 哎, 同学们可以把它, 哎, 记一下啊, 我们这个在字的一个笔画上的形态上的变化, 然后我们接着来往下看这个水字, 我们把字切往上挪一挪, 哎, 还剩三个字, 水云香,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, 水字呢, 哎, 这个, 这个字啊, 其实写不好啊, 它会有一点点奇怪, 老师觉得这个水字写不好啊, 其实特别像一个, 一个蝙蝠, 我觉得, 逆风起笔, 这个小竖画一定要注意, 不要写的太长了, 哎, 这我们在写这个树画的时候啊, 一定要注意, 不要把它写的太长了, 哎, 因为这个字形啊, 还是比较扁的一个状态, 字形比较扁, 那如果这个树画写的特别的长, 哎, 那怎么保证我们整体字形的一个扁长的特征呢, 是吧, 然后啊, 左边, 左边, 左边啊, 左边我们来看啊, 这个小横画这儿, 一定要把它写的短一点点, 短, 但是不能挨到我们的这个树画上, 哎, 短不能挨到我们这个树画上, 一会儿老师给大家写一个挨到树画上的, 哇, 那个字真的是要可爱死了, 他如果挨到这个树画上, 然后呢, 下面这个片, 在这儿, 由细到粗, 它也是非常舒展, 向左侧伸出去了, 哎, 非常舒展, 像左侧的这样伸出去了, 然后呢, 右边这个是个小撇画, 它也是很短的, 它也是很短的啊, 但是呢, 同样没有挨到我们这个树画上, 逆风起笔写这个那画, 慢慢的顿笔, 出风, 哎, 边走边压笔, 然后慢慢的把笔提起来, 这个水字, 一定要注意啊, 中间这儿有距离的, 中间这儿有距离的啊, 同学们, 哎, 那么这个笔画上, 其实在整体书写上, 笔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 主要就是要注意一下, 它的这个结构, 中间这块有个缝隙, 然后这个树画呢, 我们不要写的太长了, 哎, 老师在这儿啊, 给大家演示一个比较小的, 比较小的, 然后它是贴着写的, 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啊, 我就是简单写一下, 每个笔画写的都很漂亮, 其实, 但是呢, 它就长在这个树画上, 同学们看这个字, 看这个字, 感没感觉它是一个小木棍, 一个小木棍就像人一样, 然后呢, 被用手掐住脖子了, 勒腾黄, 我们东北话叫勒腾黄啊, 所以啊, 感觉喘不过气来, 一是我们这个, 感觉喘不过气来这个水字, 二是看起来啊, 有点像木字了, 对吧, 是挺像木字的,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,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, 我们在这儿留有一定的空间, 在这个两边啊, 要留着空间在这儿, 锁喉, 很棒, 对, 就是这个意思, 一定要留这个空间在这儿啊, 来, 我们再一起写一下, 这个小横画逆风起笔, 很短, 很短, 由粗到细, 然后这个撇画呢, 慢慢的把笔这样向左推过去, 向左推过去啊, 先是呢, 有一个往下, 然后呢, 就往左送出去了, 接下来是比较平的一个状态, 然后看到底下这块, 是一个比较平的状态, 这还是水吗, 对啊, 就是因为中间的这个缝隙, 我们没流出来, 看起来就根本不是水字了呀,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空隙流出来啊, 同学们, 然后呢, 右边这个小撇画, 哎, 小撇画也是比较短的, 然后那画, 顿笔, 出风, 哎, 顿笔出风在这儿, 然后我们再看啊, 老师现在没有写中间的那个竖画, 但是呢, 我们也是可能很直观的看到, 我们这个撇那之间啊, 也是撇画比较靠上, 然后那画比较靠上, 哎, 撇高纳低的这种状态, 撇高纳低的这个状态啊, 哎, 一定要注意了, 那么这个水字,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, 没有问题,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云字了啊, 云字呢, 我们之前学过,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, 老师的墨有点干了, 我稍微沾一点水, 但是希望一会不要阴, 希望不要阴啊, 一写就扑拉拉的阴开了就完了, 来看啊, 第一个横画, 跟老师一起写啊, 这个云字我们之前有学过, 对吧, 跟老师一起来把它写一下, 进行一个书写上的复习, 上面语字头呢, 它是比较宽的一个状态, 横竖的一个粗细对比, 还是比较明显的, 粗细对比, 接下来呢, 上面的这四个小点, 同学们还记得吗, 比较自由的长出来, 但是呢, 不能把它们写的一模一样, 空间一定要把握匀称, 这个距离啊, 大致是相等的, 没有哪块是特别紧凑, 哪块特别的宽松, 是吧, 然后下边的这一个横画, 第一个, 第二个, 这两个小横画都是比较细, 都是比较细, 下边啊, 它是一个游戏, 游戏到粗, 然后再上去, 然后再下来, 一个小点画, 一个小点画啊, 这个云字,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了一下, 那我们把这个需要注意的点, 再说一下, 也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一个部分, 它可以画为一个空间, 比较整啊, 所有的除了语字头这两个竖画, 基本都在这一个横向空间内, 也就是第一个横画的这一个宽度, 下边的所有东西, 都没有超过上边的这个宽度, 对不对,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, 然后呢, 这个空间上相对匀称, 没有哪里说是特别的, 宽松, 没有哪里特别宽松啊, 也就是下边在这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 很多同学在写的时候的话, 它容易写成特别大的一个三角形的感觉, 下面就是特别宽松的一个感觉, 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, 不要这样, 我们让它中间的这个距离呢, 是匀称的大致相等的同学们, 匀字,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, 老师带着大家书写上了, 书写了一遍, 然后呢, 又说了一下我们这个小问题, 强调了一下,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边一个字, 箱子, 我叫你小雅吧, 小雅同学, 你好配合我呀, 你一直在跟随我的节奏, 非常的棒, 可以证明你的网络很好, 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字, 最后一个字呢, 它左边呢, 相对比较的舒展, 左边相对是比较舒展的一个状态, 我们先写一个小点画, 这个点画很小的, 然后呢, 这个横画呢, 是右上倾斜, 右上倾斜一点, 然后撇, 回过来, 一定要注意这个部分, 它是一个小撇, 然后逆风起笔回过来, 不是这样直接向楷书一下回过去, 这样不行, 不能把它写成楷书的感觉, 再一个撇, 然后再逆风起笔向上, 它有一个像题画的这个动作, 接着呢, 再一个, 树撇, 那么这个树画呀, 它是稍微的向左倾斜一点, 然后慢慢的撇出去, 向上收个笔, 在这儿啊, 慢慢的, 哎, 撇出去, 一定要注意啊, 它也是像左这样, 舒展开的, 然后右边, 第一个小横画, 哎, 中间的这个部分啊, 它是压缩的比较竖长, 比较瘦长的一个状态了, 然后向内收, 小横, 再一个横画, 树画, 下面的这一部分啊, 一定要注意, 哎, 它是比较小的一个结构, 中间这一块, 接着是我们一个右耳朵的一个写法, 哎, 在这儿也算是带着大家复习了一下我们的右耳朵, 这个树画呢, 是比较右倾斜的, 那么这个小耳朵呀,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, 不要把它写的太大了, 不要写的太大了啊, 那我们来看一下, 上边啊, 中间, 我们来看中间这一块, 它整体是压缩的非常非常竖长的, 右侧同样也是一个压缩的很竖长的一个状态, 尤其是这个小树画, 哎, 我们把它特意框出来了, 特意把它框出来了啊, 我们看这个字贴, 有没有这种感觉, 就是我们左侧的这一个宽度, 左侧的这一个宽度啊, 它和中间和右侧加在一起的宽度是一样的,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同学们, 哎, 所以啊, 我们左侧的这一个撇画, 一定要注意把它伸展出去, 把它伸展出去啊, 然后呢, 中间呢, 是非常瘦长的, 右侧的这个耳朵也不要把它写的太大了, 哎, 如果把它写宽写大, 那么我们这个字形啊, 把握就比较难了, 一定要控制好啊, 那么现在呢, 老师带着大家把我们这个箱, 这个左边的这个部分啊, 再带着大家一起写一下, 哎, 我们把它放大来写, 把它放大来写啊, 第一个, 一个小横画, 它比较短, 比较短啊, 不要写太长了, 然后呢, 这一个横画呢, 哎, 有一点点这种右上倾斜的感觉, 下边这儿, 逆风起笔, 写过来, 然后在这儿, 回上去, 回上去, 跟着老师这个动作一起来啊, 回上去, 然后紧接着又往下, 然后再写一个小题画的感觉, 哎, 这样, 这个部分, 然后左边的这一个撇画, 往竖项的这个部分啊, 它是往左这种倾斜方向的, 然后慢慢的把毛笔这样推过来, 一定要注意它是拉伸出去的, 拉伸出去的啊, 哎, 拉伸过来的, 哎, 中间的这一个小结构, 同学们, 哎, 会写了吗? 哎, 中间的这个小结构, 同学们会写了吗? 老师用红色的笔, 在这个旁边, 再带着大家写一下这个结构啊, 第一笔, 然后, 回上来一点点, 回上来一点点点啊, 然后再, 一个, 然后呢, 再写一个小题画, 哎, 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, 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啊, 然后呢, 我们来, 我们在这儿啊, 在这儿, 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耳朵, 复习一下我们的耳朵啊, 第一个小横画, 有一点点的小弧度, 有一点点小弧度啊, 然后紧接着向内收, 在下边, 这样直接的一个小弧度的一个小耳朵, 小耳垂, 小耳垂啊, 然后这个竖画呢, 有一点点右侧倾斜, 有一点点右侧倾斜, 整个的我们这个耳朵, 不能把它写得太宽了, 哎呀, 不能写太宽啊, 那么现在呢, 老师带着大家再一起把这个箱子, 在一起写一下, 第一个小点, 千万不要把它写得太长了啊, 然后横画右上倾斜, 一, 二, 三, 四, 哎, 这四个小笔画, 然后撇向左推出去, 向上收个笔, 然后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啊, 老师现在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笔记擦掉, 可能看不太清了, 对不对, 中间的这个部分, 它是压缩的比较竖长的一个状态, 而且啊, 它下边呢, 也没有长过我们左边的这一个结构, 哎, 一定要注意, 把它写出来, 哎, 这几个横画中间的距离大致是相等的, 大致相等啊, 哎, 我们可以先写右边的耳朵, 也可以先写这个竖画, 一, 二, 三, 哎, 把它写出来, 不要写得太宽了, 注意, 不要太宽了, 然后把这个竖画写上, 那么这个字, 我们就把它写完了, 把它又写了一遍啊, 我们来看啊, 我们再把它框一下下, 一定要注意左侧, 哎, 向左拉伸出去, 啊, 中间和右侧都是比较竖长的一个状态, 比较窄, 哎,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字形结构啊, 一定要注意这个字形结构, 那么现在呢, 老师带着大家已经把今天的这个对聊, 全都写完了一遍, 每个字都讲了一遍啊, 那我们现在啊, 把这个对聊, 上联也显示出来,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, 我们挪一下位置啊, 上联放右侧, 我们带着大家在一起啊, 一起写一下啊, 这样, 我们把它都拿出来, 都拿出来看啊, 我们还是在这个格子纸上, 再一起写一下, 一定要跟着老师一起写啊, 一定要跟着老师一起写, 然后我们今天学过这个对聊之后, 等, 等以后啊, 快递比较方便了, 啊, 或者是家里有这种对聊纸的, 七言对聊纸的, 就可以直接写在对聊, 对聊纸上, 然后落个款, 盖个章, 对吧, 来, 我们现在啊, 还是在这个练习纸上书写, 我们在练习纸上练好了, 然后再到这个, 再到这个作品纸上去写啊, 第一个, 质, 注意我们横画的一个笔, 笔画的方向, 形态上的变化, 它是有弧度的, 下边, 这儿, 收过来, 然后这个横画呢, 它比较的直, 竖画呢, 比较的短, 下面这个横画呀, 有两种形式可以选择, 对吧, 字, 老, 老字我们要注意啊, 上半部分完全盖住了下半部分的这个结构, 逆封齐笔, 第一个小横画, 书画呢, 我们不要把它写得太长了, 哎, 一定要注意书画不能写太长啊, 下边, 顿笔, 出封, 然后一个小撇, 再一个撇画, 下边, 树画, 这个树画也不能把它写长, 对吧, 然后左边的这一块, 我们可以用一笔把它完成, 然后再写一个小点, 再写一个小点, 步字, 那么我们步字的一个形态, 撇纳画的组合搭配上,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, 那么在这个撇纳画的搭配上呢, 它们下边部分啊, 基本保持是水平的,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一个, 树画呢, 不要写得太长了就可以了, 点画呢, 都是向左这样倾斜的, 树画, 这个树画不能写太长啊, 一定要注意, 向左这样平着, 撇出去, 一定要伸展开, 然后纳画, 慢慢的顿笔, 出封, 然后我们往上挪一下, 离, 那么离字啊, 一定要注意, 左侧比较大, 右侧比较窄, 口是向内收的, 树画把它写上, 注意树画这个头啊, 不要漏了太多啊, 然后下面的这个树画, 比较靠近我们的左侧, 然后呢, 这个横画是右上这样写上去的, 对吧, 然后呢, 这个小三角形的这个结构, 把它写上, 在右边, 右边呢, 这个部分呢, 是比较瘦长的, 那么在写这个横画的时候, 就注意, 这个横画就不要把它写的太宽了, 然后在第一个小横画收笔的位置, 就直笔上面这个头宽了一点点, 注意我们这几个横画的距离把握, 树画写出来, 最后一个小横画, 有一点点的小燕尾, 有一点点的小燕尾在这儿, 然后是文, 文字呢, 一定要注意我们第一个横画不要把它写的太长了, 这样整个字看起来都是非常宽阔的一个感觉, 没有收放了就, 撇画向左这样平着撇出去, 向上收个笔, 那画, 慢慢的顿笔, 出风, 文, 字, 我们的宝盖头比较的宽, 宝盖头很宽啊, 然后横呢, 是比较平直的一个状态, 接着呢, 我们把这边的这个小竖画也写上, 下边这儿, 横画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弧度, 这个紫的这个字头这儿, 接着向内收的这个小笔画没有特别的, 像之前学过那样向内收, 它现在感觉有一点点竖直的一个状态了, 下边这个笔画三个方向, 我们把握住, 收笔, 基本上和宝盖头保持一条水平线, 第一个竖画, 在这儿, 然后这个小横画呢, 是有一点点弧度的, 左长又短, 字, 然后下面的这个式字, 这个字很长是不是, 然后竖钩不太好写, 对吧, 我们一起再写一下, 第一个横画, 有弧度, 往下这样写下来, 中间的这个口, 向内收紧, 下边, 第一个横画, 比较平直啊, 然后呢, 接着我们向内收的这一个小树画, 一定要注意向内收, 然后第二个这个横画呢, 它是有一点点向上的一个小弧度在这儿了, 接下来, 第三个这个横画, 它就是向右上这样斜上去了, 到我们的竖钩这个部分啊, 直接写竖就可以了, 然后慢慢的这样拐过来, 向左伸出去, 拐过来, 向左伸出去, 最长的部分就是这个竖钩啊, 我们换一张纸, 开始写下两, 锁, 第一个横画, 第一个横画有一点点的弧度, 然后下面这个撇画呢, 我们可以啊, 两笔把它写成, 像左这样撇出去, 然后第一个小横画, 第二个小横画, 这块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弧度, 接着这个竖画呢, 比较竖直的一个状态啦, 然后这个横画往右下, 竖鞋, 顿笔出锋, 然后再写一个竖画, 然后再写一个竖画, 锁, 那么G字,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, 这个狮子头不能写得太大了, 写太大了, 整个字啊, 看起来就很呆呆傻傻的, 很宽, 字头我们要稍微小一点点, 撇画呢, 凭着撇出去, 然后横画, 慢慢的顿笔, 出锋, 竖画比较短, 接着下面的这个口也是, 像内收这个口呢, 也不能写得太宽了, 它笔纸上边, 上边的这个狮子头啊, 宽了一个竖画的长度, G, 然后是和, 一撇一纳, 哎, 人字头, 注意这个人字头啊, 不要写得太过于, 长了, 整个这个状态呢, 还是比较扁平的, 横画, 然后像内收的口, 接着我们往下挪一下, 然后就是在, 在字, 在字, 我们要注意这个撇画呀, 向左伸展出去, 第一个小横画呢, 稍微有一点点这种, 右上倾斜的弧度, 撇画向左, 撇出去, 然后竖画, 起笔位置, 和我们的这个横画, 在一条水平线上, 然后第一个小横画, 有一点向上的一个小弧度在这, 竖, 有一点点右倾斜, 顿笔, 出风, 崽子, 然后是水, 注意我们这个水啊, 千万不要给它写成锁喉状, 注意啊, 千万不要锁喉了, 竖画不要写的太长了, 左边一个小横, 然后呢, 慢慢的把这个撇画, 给它送出去, 向上收个笔, 右边一个小撇, 再慢慢的, 边写边顿笔, 慢慢的再抬起水子, 接下来是我们的云, 第一个小横画, 树画, 稍微有一点点小弧度啊, 那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云, 整体的这一个空间, 中间部分是比较整的一个空间, 都在这一个第一个横画内的, 这一个宽度空间内完成的, 那么这个空间的匀称把握呢,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, 下面的这个小三角部分啊, 千万不要写的太大了, 千万不要写的太大了, 匀,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字, 香, 我们往上拉一下啊, 一个小点, 横画稍微有一点点右上倾斜, 然后在这儿, 二, 三, 四, 来四个小笔画, 把它完成, 撇画向左推出去, 然后右边, 它是很窄的啊, 这一块, 然后再写这个耳朵, 也不要把它写的太宽了, 这个耳朵也是比较竖长的一个状态, 书画稍微有一点点, 这样又倾斜, 那么我们现在啊, 把这个字整篇又带着大家进行了一个书写上的复习, 那我们切换回这个画面,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的这个作业呢, 把这个字完整的写一遍, 如果练好了同学们, 就可以写在我们的作品纸上, 就可以写到我们的作品纸上啊, 那么现在呢, 是我们答疑的一个环节, 我们切换回我们的这一个画面, 切换回我们的画面啊, 同学们今天上课讲的这些内容, 还有哪些有问题吗, 还有哪些有问题吗, 那么今天在答疑的这个环节呢, 老师讲一个事情啊, 就是我们明天还有一节课作业点评课, 那我们明天在作业点评课, 后边快结束的时候呢, 老师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书写, 书写什么呢, 除了我们进行的答疑部分,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曹全碑上偏旁, 就是没有讲过,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的, 所以同学们今天晚上, 还有明天上午的一段时间, 可以整理一下, 可以整理一下, 就是自己在偏旁上, 还有哪些觉得老师这个字不太好, 我没有写过, 老师也没有讲过,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, 之前老师有看过, 就是在群里好像有个同学问, 反文旁, 那个反犬旁怎么写, 马字旁怎么写, 就是像这种偏旁, 还有一些不是太会写的地方, 你们在群里整理出来, 然后发到群里, 老师明天在作业点评课, 最后的部分写给大家好吧, 那么现在呢, 是答疑环节, 今天这一节课, 还有哪里不太懂, 不太会写的地方, 同学们, 还有没有哪里不太会写的地方啦, 嗯,同学们, 老师所有的撇收笔都收不好, 再示范一下竖钩是吗, 稍等啊,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, 竖钩写不好是吗, 竖钩, 然后所有的撇的收笔, 撇坏的收笔, 来我们, 我们来看啊, 我们所有撇画的收笔, 都是一个状态的, 都是一样的, 都是一样的啊, 比如说我们写一下, 我们这个箱子, 箱子这个撇画, 逆锋起笔, 然后慢慢的这样把笔这样推过去, 我们的毛笔啊, 其实是一个圆的状态, 我们没有收笔, 直接把笔抬起来的时候,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齐的, 但是呢, 我们啊, 要把它稍微的向上回个笔, 在这儿把笔提起来之后, 用笔尖向上回一下, 用笔尖向上回, 同学们自己试一下, 我们把笔往左, 直接往左推, 就是现在这个状态, 笔竖直的, 然后直接往左推, 直接往左推, 我们可以看到啊, 不回笔, 直接把笔抬起来, 这块也是一个比较齐的一个状态,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, 在这儿推过来之后, 向上用笔件回个笔就可以了, 都发抖, 都发抖啊, 那就证明, 证明我们在书写上, 可能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动作上, 我们用手指手腕的这个动作啊, 把这个毛笔推出去, 那么撇划这个部分, 我们就讲完了啊, 然后我们来看, 来看啊, 和, 等会儿, 刷得好快啊, 同学们, 稍等啊, 我看一下, 上边还有呢, 竖钩写不好, 是吧, 字的竖钩, 字式的竖钩,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竖钩的部分, 先说竖钩啊, 一个一个来, 先说竖钩, 先说字的这个竖钩, 逆风起笔, 向下写, 稍微守一点点挡, 稍微守一点挡是吧, 我怎样才能不挡住呢, 就让你们能看得见, 然后向上收笔, 我稍微拿高一点试试啊, 因为这个笔画, 侧风是写不出来的, 但是我拿的笔的话, 你们又看不到, 就是手会挡住, 竖弯钩曲度掌握不好, 我们来看啊, 字的这个竖钩, 第一个, 它是有一点点右下的这个斜度, 然后呢, 稍微有一点像内收, 在这儿慢慢的把笔这样转, 转转过来, 向左推出去, 稍微有一点点往上的一个弧度, 稍微有一点点往上啊, 老师在这儿, 因为笔拿的特别高, 为了让同学们看见, 为了让同学们看见啊, 然后现在这一块呢, 这一块是断开的这种感觉,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, 要注意, 我们在这儿书写的时候, 注意这三个方向, 把这三个方向把握住就可以了, 然后在下边的这个是, 是的这一个竖钩, 这个是字贴当中的这个竖钩, 竖画的部分看着急了拐弯的, 是吧, 看着急了拐弯的, 但是我们直接上面把这个竖, 直接写直就可以了, 直接写直, 写成竖画, 写成竖画就可以了, 然后在这儿, 慢慢的把我们的毛笔, 远转过来, 向左这样推过去, 就像我们之前写那个雨伞霸那种感觉似的, 就可以了, 远转过来, 慢慢向左推出去, 慢慢的这样向左推出去就可以了, 拐弯中锋就变了, 拐弯中锋就变了, 那在这儿, 在这儿中间的这一块, 是有一个把笔慢慢提起来的这个感, 提起来, 巨峰嘛, 我们撇画之前一直在讲这个动作嘛, 在这块稍微把笔提起来一点点, 然后呢, 再往左推出去, 再往左推出去, 撇画, 然后还有, 和的人字头是吗, 我们说一下和的人字头啊, 水字, 水字正好, 正好在这个屏幕上, 我们先把水说一下, 水字, 哪里写不好呢,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 这个数画呢, 不要写的太长了, 数画不要写太长, 然后呢, 先写这一个小横画, 然后这个撇画, 慢慢的撇出去, 慢慢的撇出去啊, 然后呢, 右边的这一个小撇, 这个撇画比较平了, 然后, 顿笔, 出风, 顿笔出风啊, 水字, 然后我们再来看, 核的人字头, 核的人字头啊, 来看, 在这逆风起笔的时候, 我们起笔的这个位置, 我们就要找好, 不要写的太高了, 如果这起笔的位置, 你写了太高的话, 那这个盒子写下来, 肯定是一个比较尖的一个开角, 就比较小的一个度数了, 那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它低一点点写, 一定要找好这个位置啊, 低一点点写, 然后呢, 慢慢的把笔向左推出去, 把向左推出去啊, 然后在这儿, 哎, 跟他起笔的这个位置, 游戏到粗, 顿笔, 出风, 哎, 在这儿, 整体的这一块呢, 就要压缩的扁一点点, 整体这块压缩的扁一点, 如果你起笔的位置很高的话, 那在这儿写下来, 哎, 它肯定就是一个比较尖的一个感觉了, 一定要注意这块压缩的扁一点点稍微, 然后还有箱, 箱的那个左半部分写不好是吗, 来看啊, 第一个小点画写出来, 横画肯定没问题吧, 点横都没问题, 应该是下边的这一块写不好是吧, 低笔, 低笔, 这样, 向左下写, 然后在这儿就像写一个小题画似的, 把它写过来, 然后再, 这个是有一个小弧度的感觉, 然后再写一个小题画, 然后呢, 接过来又是一个树皮, 向左推出去, 向左推出去就可以了, 好, 那么, 明天点名课有没有回放, 有回放的呀, 我们都是有回放的, 单人旁从下往上写, 原来说从下往上写, 这次从上往下写, 老师从来都没有说过单人旁是从下往上写的呀, 怎么回事, 老师从来都没有说过单人旁, 单人旁从下往上写, 单人旁不是一直都是, 一直都是这样书写的呀, 一直都是这样书写的, 老师说的错误写法是这样提, 这种提的写法, 错误的写法是这种提的写法, 虽然这种写法很好写, 请客吗? 来, 我们看一下, 我们切换回这个画面, 我们来看啊, 老师呢, 右侧的这个呢, 是在对联纸上完整的一个书写,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, 那么我们在这个落款的部分, 位置记不住是吗? 那么现在老师再说一下这个位置, 就是我们这个落款落在下联, 下联中间偏上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, 中间不要落在下边, 只要不落在这个, 不落在脚底下就行, 只要不落在脚底下就行了, 然后我们落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 是属于中间偏上一点的这个位置, 开始写, 然后往下, 如果你要落全款的话, 比如说庚子, 什么初春, 历春什么的, 往下, 往下, 如果特别长的这个落款, 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往上挪一挪, 就要适当的往上挪一挪, 字体有规定吗? 老师之前也有讲过这个字体规定, 同学们, 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回去认真听回放呀? 这些老师之前都讲过的, 这些老师都讲过了, 老师心好痛啊, 你们竟然都不记得了, 落款字体规定就是我们不能, 比如说写历书的时候不能用转书落款, 写楷书的时候不能用历书落款, 记得, 记得就好, 那同学们, 今天呢, 可没有什么问题了吗? 节奏感明天说一下, 可以, 可以, 明天说一下节奏感, 没听到是吗? 怎么可能没听到? 你回去认真听, 真诚同学, 你要认真听, 肯定, 肯定讲过, 第几节课讲了, 你这样, 你忽然一下这样问, 老师也有点记不出了, 快啊, 同学们,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? 没有问题, 我们就下课, 如果想聊天的话, 我们先切了直播再聊, 我们切了直播再聊, 我们要传视频了, 好吧, 那同学们, 我们下课了, 拜拜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者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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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